嘉义发生这样的惊险车祸 一部连接车行驶在国道时突然之间爆胎失控 整辆车就沿着护栏一路碰撞 那么幸好后方车辆速度不快 没有因此冲撞上去幸运的逃过一劫 连接车爆胎车辆不受控制 剧烈摇晃往左偏向 就沿着护栏擦撞 现场扬起一阵沉烟 连接货柜在碰撞当中几乎解体 后方车辆还好及时放慢速度 没有冲上去惊险闪过连接车 因为我速度不快 因为我那时候甚至我在内线车道 我的时速只剩下80公里 这名驾驶人当时从台南北上嘉义 就在292公里的地方 前方连接车突然爆胎失控 事后观看行车记录器 替自己捏了一把冷汗 如果当时你超过去的 你觉得会怎么样 驾驶人直呼自己幸运 因为两年前心脏主动脉剥离 开刀16小时才解回一命 这一次同样从鬼门关前走过 万分庆幸 记者张俊荣嘉义报道